鼻季底凹陷 千万别乱听 一定要认真仔细听 以下说的都是干货 如何判断你是否鼻季底凹陷 一般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缺乏饱满的骨性支撑 中面部下去感会松弛的更快 第二个嘴吐 鼻唇角过小 像金鱼卷 第三个正面鼻唇更阴影明显 侧面扁平 中面部没有支撑 四鼻梁即使做得再高 但是还是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 凹陷的鼻季底不仅嫌老 还拉低我们面部的一个高级感 其实填凹陷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 但填充的不好 也很容易产生位移变形 以及口化的现象 那首先要知道 鼻季底缺失是属于骨性的原因 所以较软的材料就一定不能填充 更适合硬度高 稳定性强 材料深层次的注射 填充到我们的骨膜层 填补骨性缺失 提升饱满度和支撑力 补充型材料一举两得 硬度也是够的 而且还能够刺力长骨胶原 弥补衰老导致一个骨吸收 还是可以收紧皮肤的 虽然说鼻季底是静态的部分 但是由于唇部和苹果肌的运动 都会挤压和牵扯 所以填充只要做到6到8分就可以 才能够更加的自然和生动 过分饱满就容易引起僵硬 再填充完鼻季底后 解决了骨性的凹陷 那么对于前表层一些细微的法力纹 再使用中小分子的注射物 浅层次的少量频率注射就可以了 有了深层次的支撑 才不会容易因为受到挤压 而移位和变形 最后说一下 哪些人不适合做笔记底 第一种就是中重度的下巴 后缩这种类型填充以后 会更容易出现后话的现象 第二种人中偏长的类型 再垫笔记底的话 那么就会显得人中更长 也会显得更加成熟 关注我 让你在编美路上少走弯路 正确编美 导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